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月亮饼 也叫菜饺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300克面粉 3克酱母 3克泡打粉 没有的也可以不用放 5克糖 搅拌均匀 加入150克清水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糖 盖上盖子,小发至两倍大 面在发的过程中 我们切白菜和韭菜 白菜切好以后 放一大勺盐 腌半个小时 韭菜也用同样的拌法 腌好的白菜和韭菜 挤干水分 放上屏幕上所有的调料 韭菜和白菜拌好以后 现在来擀皮 把面揉一下 搓成长条,虾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一个剂子大约100克左右 擀成一个中间厚 边上薄的圆饼 放上前面拌好的韭菜和白菜 把这一单折起 两个边重合 捏紧 用擀面杖擀一下 一个月亮饼就做好了 把所有的饼都像这样做出来 这饺子的生皮全部做好了 下面开始炸 油温180度的时候 把饺子放里面炸 炸之前把饺子往外面扯一下 薄一点也更大一点 小一点别扯破了 一面炸黄以后 翻一个面 两面炸黄就可以出锅了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锅了 这月亮饼就做好了 配一碗粥 是非常不错的早餐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我是云燕 下期见